大家好,我是Leo 本來是想著把後院做好之後 先跟大家分享整個過程 以及做一些教學 但我覺得我應該永遠都做不完後院 不是因為太忙了 同時也是因為這件事 但另外一件事就是 保持著有不同的想法 其實也是想做的 本來第一件事未做的就是 角落頭那邊的Pergola 想做一個Swing Chair 就是做個搖搖燈 搖搖椅是買的 但做一個Pergola出來 就可以在那裡避世 但到現在未做就是因為真的沒空 另外有其他想法就是 做一些B Hotel 相對地容易一些 可以讓一些獨居的蜜蜂 自己出入 但同時可以幫我們的花園 去傳播花粉 如果你有種的蜜蜂 其實蜜蜂就非常有用 另外就是 Ring Water 本來打算做一個架出來 可以釋放一些水 雨水 然後就把雨水 用作灌鈣農作物 可以省水之餘 又可以不需要溫下 自己慢慢淋水 相對地方便 以及堅持 但是現在 到這個時候 做好的事情 只有這個Badio Fire Pit 以及Walkway 所以 為免 我有太多東西之後才發布 太不更新 我覺得現在是時候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設計了很多人的後院 但是自己的後院 從來都沒有認真地設計過 其實都沒有特別設計什麼 因為 只是 用回本身的設定去 種東西 或者去 享受回自己的後院 其實都沒有特別去玩過什麼 所以你看到現在在後院 其實一點都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的 features 甚至沒有什麼特別的位置 可以坐在這裡享受一下 所以今年就想著幫自己的後院 好好設計 然後 隨即就會做完整個工程 而在做所有設計之前 第一樣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做Surveying Surveying 測量 在加拿大做Residential Landscape 其實相對簡單 對比起真正起樓的地盤來說 我們要做的只是糧地 即是土地測量 以及避免到少少邊的工廟測量 而土地測量 即是看一下地勢和地形 在環境來說 要注意的東西都是圍繞著風火水電 和室內裝修的項目差不多 但是再形容得貼切一點 其實是金木水火圖 做Surveying 可以知道定位和高度 配合設計的元素 從而計算出需要刮走 或者加入多少泥 做Landscape 其中一個主要項目 就是要控制水的流動 令到水離房子越遠越好 所以把地的斜度控制好 就非常之重要 同一時間 就要控制成本 刮多了一泥 就多了一泥頭要丟 又要用Grafo做Base 間接就會增加成本 所以做測量就可以減低成本 和方便工程時的過程 做完橙草這麼沉滿的工作之後 下一步呢 我們就需要去挖我們所需要的深度 看到我後面 現在有一條橙色的線 和橙色的洞 就是我用Laser 來量了所需要的深度 之後的一個marking 就可以開始計算了 因為Walkway通常都是做六寸的Foundation 所以加上一些磚的厚度 就大概需要挖十至十二寸 另外就要計算是否需要樓梯 本身我這裏和Fanscape的垂直差距大概是十幾寸 上有差不多兩級樓梯 還有拉遠了一些距離 所以要計算是否需要樓梯 所以就沒有那麼斜 但現在的設計就是直接連接兩個門口 所以斜度就會斜了 因為產地可以重新控制地形 所以在新的設計 就可以想一下 用不需要多一級樓梯 令到斜坡就沒有那麼斜 不過最後我都是決定 只是做一級樓梯 而這級樓梯呢 我想學以前的人用石來砌 就是好像這一種 看起來其實不難 但是要做一次才做得好看 下一集應該就會講到 好 看看設計 這個設計的過程我會另外開一集再講 畢竟我都是設計師 雖然我手工做得好 但其實我都是用設計賺食的 不過花園的右邊還是刺激 因為畫圖的時候還沒想到做什麼 但現在是用一個特別的方法來種植 叫Hugo Katoo 很明顯不是英文 在德文其實是解Wound Culture 其實就跟Raceback Garden差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一下料先 之後都會出一集再講一下 整個設計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還有蘋果樹的位置 還沒想到做什麼 其實不是沒有計劃所以不搞它 反而是太多想頭 所以不知道做什麼好 因為現在全部地方都會起草皮 用Mulch蓋住 這樣就不用剪錯了 那就是一個Low Maintenance 但是有很多東西看 很功能的後院 但是有很多東西看 很功能的後院 這裡 這個角度的例子 之前 讀了這個 Elevation 是 非常之低 是一個Low Point 所以所有水都會流向這邊 而我再 在Fans外面再讀過 其實Fans外面 也是高過 這個位 所以 我們需要 就是把這個位置填高 讓它可以很順利的 把所有水都可以流出去 而不是把這個位置變成磁堂 如果你想做一個Padeo 所有的步驟其實網上都找到的 其實真的不難 或者你繼續看這條片 我都會一步一步說給你 知道 當你刮起草皮 正常來說 你會當它是垃圾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order一個 裝泥的環保斗 通常我們就叫做邊 你就可以按住 你刮出來的泥頭的體積 來租回需要的斗的尺寸 但是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 刮出來的泥頭 體積是會大1.5倍的 因為刮出來之後 泥與泥之間就會產生很多空間 就算你怎樣踩它 怎樣用機坐它 都是坐它不進 這條數給大家看就清楚 當作一個12尺乘12尺的Padeo 要掘的面積就是144Square feet 深度大概是10寸 所得出來的體積就是144乘10除12 就等於120個Cubic feet 這裡租借環保斗的單位 通常是用Cubic Yard 立方馬來計算的 玩開Fabric的朋友應該都會懂的 一馬就等於3尺 所以一個Cubic Yard就等於27個Cubic feet 如果你不記得乘1.5 用120除27等於4.44個Cubic Yard 租過5Yard的環保斗 最後就可能會不夠裝 因為120乘1.5等於180個Cubic feet 除27就等於6.67個Cubic Yard 加上草皮可能就大概8個Cubic Yard 所以租邊的時候就要8個Cubic Yard 租大就好過租小 另外就要看著它怎樣計算錢 有些只是可以裝泥 有些就可以什麼都裝 這樣選擇適合自己就可以了 另外做鵝圍和周邊設計的時候呢 還有一樣東西需要注意 就是要預計冬天橙雪的時候有放雪的位置 所以記得不要種一些Perennial或者Sharp的植物在路的旁邊 因為一定會被產出來的雪壓爛或者壓死 大樹就更加離開遠一點 因為過多幾年樹根就一定會轉入Walkway的Bedding Layer 甚至是Base 到時整個Walkway或者Padio就拱起了 這些大家應該都見不少 不過好像球根和Bob的植物就沒問題了 就好像水仙、Alium、風訊子這些就沒問題的 或者一些Ground Cover都完全沒問題的 交通 Radi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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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